這幾隻有的到兩千塊了嘛 所以一定要是台積電清典的 官網裡面有講的 才是真的口碗 歡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夏韻芬 這個台股在激情過後啊 很多人很關心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F4要怎麼挑啊 那除了F4鬼鬆鬆之外 有沒有哪些小金雞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今天請到好朋友 好好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歡迎一下我們的故事老先爵啊 杜金龍杜老師杜老師好 英文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其實台股經過那個震撼教育 大家怕死啊 那這樣經歷過這個千檔啊 這個下跌跟反彈之後啊 台股現在有恢復理性一點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台股我們先看大環境 就是從兩年前12629 我們這一波叫做出生斷 那出生斷漲了一萬一千七百多點 那漲都本來就要回檔 所以我這邊右下角有講 回0.382剛好是我們那一天 得到19622 662的低檔 那只回0.382 一般回0.382叫強勢回檔 就還是我們一起 而且它剛好是會波來期的 21個月的轉折 那現在大跌17天晚以後 剛才英文也講強勁反彈 反彈 你跌了4754點反彈 0.618的位置 一般來講我們先下跌的話 我們叫做反彈 0.618叫強勢反彈 那你只要過0.618 大家記得一個點數就是22600 你只要我們目前是22545 22600差一點點 那完以後這幾天就休息 因為剛好我是從我520到820 100天的執政的行情 所以這也有白日行情 我猜啦 因為有一個調查 那個民調的人經常會講 他那個一個月也有調查一次 那100天也會調查一次 大盤也是他那個民調質疑 我知道啦 剛好很巧 那一點下來 所以我們目前剛好在錄影的時間 就是說你重做反彈到0.618 要不要微轉回升 有兩個就看成交量 還有看美國的這個會辦 跟那個NASDAQ有大漲 因為我們道瓊 美國道瓊離的高點差 差大概650點 就串率是新高 可是他的會辦 過的季限就下來 所以全世界大概都談了8、9天 那我們也是一樣 談了8、9天 所以我們現在定義說 我們這邊是小A 目前小B 小B會不會突破變成微轉 或是小B完以後 現在變成一個小C 那你會看成交量 因為我們最近的成交量 都是3000多億 那我們1到8A分 大家記得一個成交量 4400億 如果說每天的成交量在4400億以下 這個大盤就是在做C波的以盤代碟 因為有的人波浪理論是認為 你這邊ABC嘛 這樣會比較悲觀 那我個人認為我們這一次有可能就是 這個C波比A波來得強 平台強勢整理 那這個看成交量 還有看F4的一個股價 好我們待會就跟大家來談F4 不過還有一個關鍵 你要跟大家來談 就是說這一次到底要多久的時間 對不管是以盤 這個貸漲 那到底要多久的時間 我們知道我們國內的股市周期循環有兩個 就是說我們現在定義為第八大循環 他一般來講一個循環有89個月 那有兩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一個是21個月的輝波燃溪 過完這一村在就是55個月 所以我們在民國71點是漲21個月 晚又回了大概三成多 那我們看我們最近的這一次 下一張 下一張來 我們看我們最近的這一次 8523漲到19619有沒有 也是漲21個月漲了110%有沒有 他回了三十幾% 回了比較久 那我們這一次真的漲了21個月 跌了將近兩成嘛 有沒有 差一點點如果兩成就是一個小熊市嘛 那我們大概從7月11號高點到現在 大概只盤了一個半月左右嘛 幅度是兩成比人家以前的三成多 三成多來個少 那所以時間你應該可能在這個西坡 以盤代給 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那可以看得到目前 我們這很多的成交量小嘛 所以現在流行計畫千水沒大魚 小蝦小米也可以 所以現在很多的小型股大概都在做輪漲的動作 所以大阪剛才英文講的 我們認為我們這個目前是第一波的修正 第一波走完再修正第二波 那第二波現在是在做大跌動作 會不會做V轉 除了我們成交量來以後 還要看國際股市有沒有在串歷史新高 好這個之前你在大跌的時候 好像也買了不少的貨 我們待會跟大家討論一下 那我們就從F4先跟大家來談一談 好不好 大家關注的是什麼 台積電嘛 投海嘛 廣達嘛 聯發科嘛 這四個F4要先好啊 對 因為我們本來漲到7月11號的話 大概都有一個目標 像從台積電漲到1080 那我們以前那個比較高是給它弄到1223 現在位置都把它弄得比較高 那個聯發科我們就是用1710 目標價比較高 像洪海我們就用300到350 管達我們是用400年一樣 可是因為目前我們從A波下來 那以後這個目標應該到明年 主升段就會達到 那我們現在因為大盤下跌 我們來看它的支撐 好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支撐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是下一頁 下一頁 下一頁 好來 這一次我們台積電不是1080的時候 我們的縮險公司賣嘛 那外資因為日元升值了11%左右 日本股市場跌了26% 所以外資就大賣台股 台積電也被修正嘛 而且那天還盤中跌停板 打開 所以我們認為它目前最低點是813塊 那以前前面那個低點 如果假設有西坡 那下一個支撐就更低了 740左右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個西坡不要破A坡 那你看到我用的聯發科就比較悲觀 因為聯發科這一次有跌到 也破1000塊嘛 它大概900多 那它WD的支撐大概在800塊這附近 管打比較強 它大概有這個188 可是它現在在這上面 那鴻海的話這一次跌到160 那它前一高大概155 那這個就是我們 這支撐區不能破 對這個就是說我們萬一大盤 現在是在美波上來嘛 你現在還漲 如果萬一有下來 這個就是堅強的支撐區 好 那我們再來跟大家看一下 台積電一個一個幫大家來解釋一下 台積電大家記得 現在法說會晚又像昨天 凱吉的研究報告說 今年41塊明年51塊 標價是1229 這是最新的昨天晚上 那五年後 外資給它估它EPS是80塊 那現在我們本益比20倍 80塊乘以20倍就1600 1600 所以外資不是目標 就要有到1500多塊 可是我們不管它 它這一次到1080是它的高點 以前我買台積電 它等一兩天買它就會上來 這一次我買完三天它又下來 我就發覺這個大盤會變盤 那目前來講 它那一天8月6號的話 我開盤我買853 後來想不到那一天一盤中 不是跌停盤到813 813後來有打開 我會想說 我跟我太太想說 這個跌那麼多 現金已經用完 因為我那時候持股拿到9成多 你不好嗎 買85幾萬然後跌到813 我想說我們還有錢 明天再去買 想不到明天就故意轉上去 所以你看到它現在 最低點813 而且這次反彈到977 因為我那一天是持股拉到90多 所以我們只要碰到分盤的話 我的操盤經驗是說 先把一些部位先丟掉 所以我目前在那個低檔買的管達 還有我這次有多買華碩 以前我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洪海 那還有富邦金 所以我最近無意轉上來以後 我就把那個多餘的那個台積電有沒有 把它賣 因為我還是有基本持股 所以把持股90幾 降到現在錄影的時間 剩下45%左右 因為它已經換盤到0.6% 所以我們知道大家只要看 台積電沒有上1000塊 大盤就是在這邊做盤子 那台積電最近因為1080是壽險公司大賣台積電 所以在我們的國泰跟富邦 它企業會營收不是很好 就是因為有實現一個資本利得 沒有 資本價差 所以大家記得你要看這個盤 台積電如果有過1000塊 大盤就會要回轉 如果他台積電目前大概 因為成交量小關係 台積電管達洪海 都是有一支輪流漲 配對交易 這樣我們也可以看 那一般來講台積電只要跌 我大概還是會 我以前大概都是縱錯30塊 現在都30塊左右了到50塊 我為什麼講配對交易呢 因為我現在發現到 市場的這個多頭主力 大概都持有F4 然後拉這個拉這個 就互相拉一下對不對 比方說拉到台積電 其他30就不會拉了 拉到廣達 拉到洪海 也就不會拉到聯發客了 更可笑的是 外資這一次不是賣台積電 它20萬張 我們的自然聯買了12萬張 都是買零股 所以來講我們7月份 零股交易這樣成交量多少以上 在1.83% 是30年來零股交易最高的 所以我們7月份 那個零股交易的注斷度 都是我們小白去把台積電都買回來 這一次他們賺錢了 大概是 好啦有賺這就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你的最愛廣達 對不對 反正這一次的話 因為它所謂 網友我們local的證件商 他們因為大盤跌了 所以就把這個EPS 往下降了差不多一塊錢 那目標價以前是400塊 因為它IPO400塊 這個把它往下降到350 那它這一次有到345 345的高點 所以我們大概目前來講 它GV200是鴻海跟管達比較好 那我最近的話也是一樣 把它在那邊買回來的動作 可是它相對 對不起 這一次大回檔的話 它跌的比較少 就是 你買在多少錢的價位 因為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太太有交代 我把全部的股票賣掉 它在我的廣經畫波 畫兩條線 看端多少錢 所以我現在重新買的價格 是買到290幾 所以只要看上來以後 290幾就賣 你的買盤在那裡 所以它這一次會反彈 可是我看起來 剛才英文講的 現在有時候 台積電地位化管達 就會相對比較強 尤其我們錄影的這兩天管達 相對比較強 對 可是我覺得 最近鴻海注意的人 還蠻多的耶 對 比股價來講 其實我真的覺得鴻海 好像爆發力比較強 對 我以前上節目 我警長說我買台積電管達 你從來不買鴻海 對 我這一次真的去買 買完以後 還沒有崩盤前 我買191178 想不到買完以後 那天不是 系統性風險崩盤嗎 因為我錢有限 所以我就去買台積電 沒有加管達跟鴻海 那台積電後來賺錢 那個鴻海 我的價格就191 所以你看到 反彈的高點就191不會夠 也是你的賣壓在那裡 也是你的賣壓在那裡 因為很多人那時候都是 他從234.5得到191得很多了 那玩以後他現在是真的 那我的目標這樣 你看他這邊不是有155嗎 有沒有 那他目前到160 另外1PS往下調低 而且這一次法蘇未完以後 他開高左低 因為他那個GP200是 原到明年1Q嘛 所以那個 我們Local的 研究研究 就把他的營收 8500億 把它往下調 調整 所以他最近也是一樣 輪漲 那相對也是在做那個休息 這是我們在鴻海 對他的看法 那目標價 他們也稍微把它調一下 有一個Local的話 更悲觀把它調到那個250塊 因為他已經到234.5啊 那記得還有一季啊 他就認為這高點在這附近 好 那這個聯發科呢 聯發科是F4裡面最可憐 因為他上次是1500嘛 那後來目標價很多人 外山把它弄到1530 可是最近因為大盤跌下來以後 他把它調高 這一波款單只到1375 1375現在不是 因為他破了1000塊嘛 再1250塊嘛 而且這個獲利也往下 稍微調低 所以其實F4裡面大概 聯發科是相對 四肢裡面比較弱勢 那我們剛才的配對交易 就是台積電 鴻海管單再做輪漲 聯發科偶爾 偶爾 這三股它就會上來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它是在補控檔 那除了這些F4之外 有沒有一些小經濟 可以留意一下的 因為大盤那個量說完 大家就把說台積電的 這個所謂的嘉義廠 不是通過了嗎 或是COAS的這個 因為公不應求嘛 所以COAS很多的股票 在台積電的網站 有點到才是真的COAS 有人自稱它有 你看一下這個有類 自稱它有沒有在裡面 你會得比較矮 因為它可能做別的廠 所以你看到這幾隻有的到2000塊的 所以一定要是台積電清典的 官網裡面有講的 才是真的COAS COAS裡面最大的就是日月官 那設備廠 因為它不是資本輸出到300多 所以亞翔環先的一顆這個 那我們幾隻這個小型的 日月官是最大 而且它真的是COAS最大廠 那目前大概都在高檔整理 有人是說 萬一台積電如果自己做的話 它不是嘉義廠做 會不會減少對於它合作夥伴 日月官的單子 可是現在目前還沒有 因為它公不應求嘛 所以日月官也是高高在上 它是COAS裡面長的比較少的 所以你也看好日月官控股啊 再來設備股就是亞翔 亞翔的話 其實它從事業去休息了嘛 你看到它獲利都還不錯 所以來講的話 它休息一段的話 最近這個F4在跌的話 它相對稍微比較抗跌一點 所以這支也可以考慮一下 好另外還有一個法 環先是跟鴻海有 它也是賺10塊錢左右嘛 也是休息一大段嘛 所以來講這個設備股 有的像很多人都漲很多了 那它們相對因為漲幅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推薦這兩支的設備股 好這都跟科技有關的 可是你今天有推薦一檔 金融股我們知道 美國這一次也是一樣 在跌的話 醫療金融開始漲 所以金融的話 我們現在所謂選就是說 7月份我們那個 受險公司不是大賣台積電嗎 有賺喔 賺非常多 而且1到7月份 它已經EPS是8塊多 2年前它EPS最多到12塊 如果說假設10塊 因為你看一下 它明年配股要多少 一定是5塊到6塊啊 你快到6塊你現在才90幾塊 而且台積電上1000塊 然後我們台積帆跟國務太財 100塊以下 你講什麼 這兩支會比台積電不好嗎 所以倫理的關係 他們一定會上100塊以上 對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東西 股價淨值比 他們這個是55塊 那目前更高 如果你乘以兩倍 應該100塊以上 就像說我們現在最有名的一支新冠軍 他們每股禁止16塊啊 有沒有 所以在16塊以上 大家都會 那富邦今天也是一樣 霍利恆 整個AI在休息的話 一定會避險到金融股來 哦好 就看F4 F4之外呢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設備股 跟這個周邊的一個產業 另外呢 金融股要留意一下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股市老先爵 杜金龍杜老師 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還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別忘了 按下方的愛心 並且分享給親朋好友 也歡迎訂閱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過新片囉 Today才知道 天天帶你掌握 全方位的財經資訊 每週一至週五 Light Today的理財影音分類準時上限